市场最聚焦的六巨头科技公司法说内容包含了 今天开发说的面板大厂友达 苹果概念股课程 智慧手机厂红达电 还有明后天法说的风测双雄细品日月光 晶片大厂联发科等等 不过新台币对美元汇率是升破了31元大关 来到了30.861元 已经是高于台积电等科技大厂 对于本季新台币汇率的预估值 也比手机底升值了1.4% 如果新台币涨势是持续的延续 将会冲击台积电日月光 友达广达大力光 这些科技指标场的营运 台股万点惊鸿一撇 但已带给市场欢乐氛围 28号起一连三天 多达26家科技公司超级法说会密集登场 市场聚焦六大巨头 友达 可成 宏达电 细品 日月光 联发科 第一季财报 业绩 以及第二季营运展望等法说内容 将牵动台股能否续攻万点行情 总体面板的需求 今年还是非常的好 那根据我们的统计 面板的面积的需求 今年还是有大概七到八个点 那整个总体新增的产能 我们的计算大概是在五到七个点 不过新台币对美元汇率27号升破31元大关 来到30.861元兑换1美元 已经高于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对本季汇率预估值 也比第一季抵升值1.4% 若是台币涨势延续将冲击台积电 预越光 友达 广达 大力光等科技指标厂的营运表现 台积电内部估计 本季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为31.03元 高于第一季的31.53元 也因为这当中约0.5元的汇差 影响台积电营收约1.6% 若台币涨势延续 估计影响数将提升到2%以上 大力光上季因台币升值1.1% 导致业外汇损多达2.27亿元 市场预期第二季将蒙受更大汇损 因为外资进来的时候 它必须把美金变成新台币 台币就有升值的压力 拿到新台币买股票 股票就上涨 所以这个QE会影响到台湾的金额市场 北韩采取逆风的操作 消弭汇率的过度波动 以维持新台币汇率的动态稳定 台股资金行情一发不可收拾 美商高盛证券亚太区策略分析师 刘静晶指出 近期国际日前涌入台股 原因除了天注也就是市场 对于台湾通高度预期外 还有更重要的自助 基本面在亚太区股市独占凹头 评估这波资金动能还会持续一阵子 董事台新闻终合报道